十二月十日 星期二 今晚我想為大家帶來一個故事 你今天過得好嗎? 美國的作家克普浩斯曾經說過 自私自利的道路是最壞的路 而公理正義的道路有時雖然充滿著失望 到底是最好的路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對夫婦住在一座大湖邊 平日丈夫負責釣魚 太太會拿魚去市場賣 有一天這個漁夫好像平時一樣 去到湖邊釣魚 突然覺得魚勾好像勾住了些什麼 無論他怎麼用力拉都拉不起來 漁夫很開心 他想我一定是釣到大魚了 於是他大聲叫他太太來幫忙 但無論兩夫妻怎樣用力都好 都是拉不起來這條大魚 那我們想不想叫其他人來幫忙啊? 他太太問 嘿!你這麼笨的 萬一被其他人知道了 豈會跟我分了這條大魚 那到時怎麼辦? 你應該想辦法千萬不要被任何人接近這個湖邊 漁夫這樣說 那我應該怎樣做呢? 太太問 漁夫低頭想一想 突然想到一個好方法 那你故意去市場跟人吵架 做一些騷擋 這樣大家一定掛著看熱鬧 就不會有人過來的了 太太聽了漁夫的話 於是就走到市場 一腳就踢爛了水果檔 還對著水果檔的老闆破口大馬 老闆根本不明白 為何無端端被人踢爛了水果檔 還要被人罵 當然很生氣 於是兩個人就這樣吵起來了 兩個人越吵越緊要 不單是驚動了附近小鎮的居民 就連鎮長也要出面來調停 鬧了幾個小時之後 漁夫的太太 慶忠忠地回到湖邊 但是找不到她老公 找了很久 竟然發覺漁夫沒有穿衣 躲在樹叢裡 蛤?你為何不穿衣服在這裡 你是不是傻了 太太見到老公的樣子 簡直快暈倒了 原來漁夫拉了半天 都釣不起一條魚 又怕那個釣竿拉斷 白白地就沒有了一條魚 於是索性 就拿了一塊大石頭 押著魚竿 脫上衣服 跳進水裡 打算捉魚 漁夫一直潛 一直潛 去到湖底 才發現原來根本 沒有釣到魚 釣竿 原來一直勾著一塊大石頭 難怪 拉極都拉不上來 漁夫於是垂頭喪氣地爬上岸 竟然呢 見到一隻野狗 擀了他的衣服 就這樣走了 偏偏 他又全身赤身露體 哪敢追著野狗 卻不斷走 於是 只能夠 眼睛睜著那隻野狗 愈走愈遠 生果檔的老闆 比漁夫妻子一鬧 愈想愈不甘心 漁夫太太也因為這樣 而被人告 村民覺得他太無理取鬧 從此也不肯跟他賣魚 就是這樣 這對夫妻也沒有辦法在這個鎮上生活 只好搬到其他地方 永遠離開這個小鎮 這個故事 大家會不會有一些熟悉感呢 那群一路吃著人血饅頭的政治人物 一心以為撐著暴徒 就可以得到政治的利益 誰不知原來是搬起石頭 扔自己的腳 而那群所謂的年輕人 一心想著 經過這個運動 最多便離開香港 誰不知原來到現在 根本沒有人願意收留他們 經常都說 人在做 天在看 上天其實都很公平 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一根清 看到今天的香港 大家對這個故事 是不是有更多的體會 天氣越來越東 希望大家保重身體 祝你好夢 晚安 我不會想說 我會想要到這裡 我會想到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